终于来到和木家医院 在深圳福田区 今天来做个医学研究 研究什么呢? 研究我阿肥 人仔细细 偷吃了什么 搞到胃 好像很多东西 不知道什么 查查 是啊 最近我的胃有点不舒服 看医生 医生建议我照圍镜 但是在香港照圍镜很贵 不如找和木家帮忙吧 上次阿老爷在深圳和木家医院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他们服务都不错 和木家医院是深圳的高档设施家医院 他是由前财政司司长梁錦松先生 和他的团队营运家 他的设施和服务是比美香港的私家医院 但收费便宜过香港一大截 如果我还没看过上次阿老爷来这里检查的影片 可以在片尾的播放介绍里按下来看 原来和木家也有一个套餐挺适合我 就是这个毛痛胃腸镜检查 还说人特位7500元人民币 他的套餐就是这个 毛痛胃腸镜套餐 包括有述前检查 胃腸镜检查 麻醉等等 我会将连结放在资料栏 让大家可以慢慢看 当日去到医院前桌登记 职员叫我用微信 数个数医院的小程式 就可以预约和看报告 我登记的时候 现在是入院住一晚 因为第二早9点半 我要做遗场镜检查 入院住一晚对我来说方便些 住一晚是500元 也可以住半日的300元 这是私家房的费用 医院是有26层 而住院病房 就由14楼至21楼 我们住16楼 出到电梯 就已经见到一位保安人员 在住手 你会觉得很放心 以及医院的环境 都很清静舒适 有位护士姐姐带我们入房 入到来老爷已经说 怎么这么像一间酒店房 这间酒店房真是舒适 又够阔落 还有落地玻璃窗 很开阳 门口有点按针 给你调校冷气和灯光 有独立洗手间 有搓手翼 有扶手 就好了 牙刷、玉帽、素跑齐全 这个番茄是法国品牌 这几枝清洁用品 亦都是Loccythe 淋浴间 还有照头淋 还有厕所 也有两个紧急制 这里有一个 拉一拉就可以了 还有马桶旁边也有一个 当然也有风筒 看看房间 床头也有一个按针 有什么需要 随时可以按 叫姑娘来帮忙 姑娘也示范 如何调校床高度 餐车有个眼镜盒 给你放眼镜 还有个小镜子 窗帘可以用按键 来控制开关 接着有个大櫃 原来里面是个饮水机 有冷水提供 它现在示范如何操作 櫃的另一边 连隔板都有 当然有地方给你掛衣服 这个冰箱很棒 安顿好后 有位主诊医生 进来和问诊 主要问我 有没有身体不舒服 或者有什么病历 刚好 今次的套餐 一连串的医生 都是讲普通话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可以找广东话医生 不过我不想再改时间 所以普通话医生 我都没所谓 因为我有老爷做翻译 如果女士们想选女医生 都可以 不过今次我这个是男医生 员工拿了衣服给我换 在医院穿 看看窗外风景 都不错 今天天气又好 住医院有这样的风景 都不错 我觉得 有没有留意这张单人沙发 它是耐有田坤的 原来它拉出来 就是一张单人的沙发床 因为老爷会陪我 在这里过一晚 所以这个姐姐 就帮我们铺床了 这么快就铺床了 皮还摘得这么漂亮 今天我要做培护 新职咸 多硬多远 我都要睡 不过又刚好 适中 不是打的适中 是舒适 适合 好 好 去这个酒店 不好意思 不是酒店 这个医院 王牧家 这里进来 正如他们经常说 拿包入住 所谓拿包入住 就是自己拿住 有些人就这样拿着牙刷 就可以进来住 这里真的所有东西都齐了 挺舒服 拍得住酒店 现在有护士进来 和阿肥抽血 医生为了保障安全 就想在我照围场镜之前 做一些抽血的项目 现在那些姑娘 是直接进来我房 帮我抽血 就不用我拿一张厌血纸 移到这间房做厌血 做另外一些检测 刚刚抽完血 都要抽几项血 我以为要很久 很快就帮我抽完 我不怕 两位护士都问我 痛不痛 他们都很贴心 当然不痛 当然刺下来的时候 吃点痛 抽血 抽血的时候就不痛 那肥婆现在摊死地摊在这里 是真的 访问一下她 有什么感觉 这间房就很舒服 如果你进来医院 要检查一些东西 你主要有一间房 这间房就好像酒店 根本就 还有医护都很好 比如说她要我炎血 抽血 我也可以很舒服 在床上被她抽血 十分方便 现在我躺在床上 看电视 那间房 也不小 还有这个窗很大 看出去很寥闊 景色不错 还有老爷陪着我 嗯 不错不错 护士都时不时进来 帮我量血压 好了 现在晚上6点 吃晚饭 吃晚饭 刚刚她送了 这个餐车过来 有两份餐 这一份 就是我的病人餐 这份 就是家属餐 老爷的 老爷的 这份 正的虾仁炒蛋 炒菜 还有炒饭 加上一个汤 你自己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粥 我今天不吃饭 这个是小米粥 小米粥 养胃 这个是瓜 这已经是 瓜丁 切到丁丁 瓜丁 不是家丁 是瓜丁 这个是豆腐瘦肉 我还要是面 这个是 薯蓉 还是有肉碎 我这个餐 虽然清淡淡 但是它挺好吃的 那老爷的餐又怎样呢 凌不凌 我出街吃了 现在是五点半 刚刚有位姑娘 进来 就开了一杯 一公升水的通便剂 给阿肥喝 她可以倒开一个小杯 慢慢喝 暖暖的 是不是咸不咸的 分三次喝 共三公升 清到你 是 拌出来的东西 是没有渣子 就可以了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那已经是第二天 阿肥就已经 开始喝了那些 排毒 排毒水 排了一轮毒之后 七点半钟时间 姑娘要和她扎 扎针之后 就是方便医生帮我输入麻醉药 就是在黄色的口里输入的 上午至近八点 有个员工敲门 问我吃不吃早餐 没错 他说只是家属 这份早餐 早晨 现在是第二早上午八点亮 一会儿九点半就要照 昨晚在这里住都挺舒服 因为自己有一间房 和老爷一齐一间房 不过就要喝那些射药 其实都挺舒适的 这里的护士和医生 态度都很好 这个是住私家医院的好处 就是态度很好 服务好周到 上午九点半左右 有护士来我房接我 到三楼那里照为惊 还要护士 照胃肠镜前 要见麻醉科医生 医生就和我解释一些 麻醉的程序和风险 接着我就签一张同意书 接着要见主寻医生 就是这位医生 帮我做胃肠镜手术 这个是第二次签 是手术前 主寻医生 和他解释手术的风险 4日 4日 这个是外窺 内窺镜室 做就在这里做 阿斐就进去检查室 我就下来楼下 轻松一下 其实阿斐呢 整个过程呢 是需要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麻醉完之后呢 就什么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了 一个小时后醒醒 就很舒服的了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小型的手术 当然他可能会有点害怕 害怕是正常的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会祈祷 不过 凭我强大的意志力 我会给他信心 他 没事的 很快就搞定的了 好了 我在这里等一会儿 然后上回去 在门口等他 是吧 没事的 放心吧 刚刚打开了这门 阿羊医生出来了 我问他能不能进去 他说能不能进去 跟我说一句就说 没啥事 看看啊 你这边可以注意一下吧 睡醒一下 我们的胃镜是这样做的 现在他已经做完了 指指医生就跟他解释一下 整个情况怎么样 好 刚刚照完胃腸镜 现在回到房间 我觉得感觉都蛮好的 我刚刚做完手术 推出来 我都不会觉得很头暈 不会觉得很头暈 那些护士就很贴心 你不要头暈 落地的时候慢慢落 很照顾你 医生解释都很详细 他会有个报告给我的 那你的报告会不会公开给全世界知道啊 报告可以说一点 他说我的胃很漂亮 没错 他说腸很有一点 蜥肉的那些是吗 不是 你只是一粒蜥肉 还是很小的那一只 他已经给你剪了下来 另外胃里面 他也拿了一些 组织 组织 拿回去化验 7天之后有结果 嗯 他说基本上 全部都是OK的 嗯 情况是很好的 那现在做了一个胃腸镜 那就安心了 那就是买个安心了 那你过来深圳这间 这么舒适的医院 那又有一间这么好的房间 给你休息了 我觉得那个价钱是 性价比都可以 这次最后埋单 拿一张单来看看才知道 到了下午十晚半 又有五餐供应 这个轻盈餐 是专为我度身订做的 老爷都有的 不收书 好 现在是临出院 最后都查一次 血压和体温 再换衣服 你看阿肥准备走了 好了 今次的费用是多少 迷腸镜是七千五元 住院的话 住一晚休胃之后 就是五百元 半日就是三百元 适量切除 一粒就是加一千元 二至四粒就是加二千元 四粒以上 都是收三千元 另外 我要做多五个验血项目 就是收九百元 为什么要验血呢 因为是麻醉丝评估过我身体情况 而叫我做的 大家可以打开WeChat 素形幕上的QR Code 添加港澳小助手 可以预约 亦可以打开WeChat 点击右上角的家好 点击新增朋友 再点击最后一行的VCOME联络人 在搜寻框打入电话 1857-660-3058 亦可以添加港澳小助手 和睦家有个香港二十四小时克服热线 方便大家随时打电话询问 好招职的好消息 香港政府在今年二月宣布 经过他们千挑万选 选了五间境外的医疗机构 全部在大湾区 作为长者医疗卷的试点计划 即是说香港的长者在今年第三季 七八月左右 是可以在这五间境外的医疗机构 使用医疗券 其中包括了深圳和睦家医院 好棒吧 怎样过来深圳和睦家医院 我们过福田关 接着又搭地铁4号线 搭1个站 去福民站 接着转7号线 即是说在福民站 便搭3个站 搭到沙尾 便下车 在C出口出 出到沙尾站的C出口 便会见到一条直路 沿着直路走 走到督 走到街尾 转了 便到了深圳和睦家医院 便会见到 以上就是我们的分享 大家不要孤寒 给个like 还有订阅我们 和分享这条片给朋友看 还有帮忙看广告 否则老爷就没有咖啡喝了 多谢 不要走 大家有没有follow我Instagram 有空进来看看 我有很多生活的点滴分享 ID是RedOK118 多谢